薛宝钗是鬼吗?可能很多人看到会一愣,但在书中确实有出处 茫茫大师说过,神鹰逝者和江珠仙子夏凡 勾动了一杆风流孽鬼夏凡历劫 薛宝钗确实有可能是风流孽鬼中的意愿 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这里是极致读书,今天带你来揭秘 大观园的故事要从里面的太虚幻境中埋乡肿的鬼故事说起 故事讲的是,有十二规格的女子,她们是十二花神 后来被三只脚的金蝉给踩走了 把她们拿走之后,在太虚幻境的空灵垫上制成了冷箱丸 这也指代了十二金蝉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 在《红楼梦》当中,每个人物都是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 美得不真实,甚至于让人分不清现实和故事 就比如里面美丽生动的姑娘们 她们富有财情,冰清玉洁,沉于露燕 但她们故事的落幕却是不尽人意 贾英春性格十分懦弱,胆小怕事 不会,更是不敢与人发生冲突争执 但是她最后却被中山老虐待而死 香菱她本是大家小姐 但是却在年幼的时候被人贩子拐卖 后来又被顽固子弟薛盘抢走了 起初是薛姨妈的丫鬟,后为薛盘之妾 薛盘取亲后,因为主母夏金贵所不容 被其唆使薛盘毒打 之后夏金贵身亡,得以复为正事 本以为苦尽甘来,没想到却难产离世 精明很辣的王熙凤,就是这样一位美人 最后的死状却十分恐怖,凄惨 嘴巴微张,面色辣黄 在临死前,似乎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挣扎 王熙凤死后,两个牙医直接将王熙凤装在一个破垫子中 然后再从雪地里拖到土堆里 没想到,曾经风光无限的王熙凤下场却是这样的悲惨 除此之外,还有心比天高的秦文 聪明伶俐的林黛玉等等 他们的结局也都是那么的悲惨 可以说,大观园里面的女子都经历了各种磨难 在甲府当中也经历很多的坎坷,生活在这样的府里 每一天都是水深火热,小心谨慎的生活 大观园,院子虽然很美丽,但多半是带刺的假象 其中的风花雪月不过是表象 下面藏着的是雷雷百果的大恐怖 他把这些女子困在这个院子里 大观园,何尝不是一个坟墓呢 在园住的开头,赖头和尚就受到了转世的风流孽鬼已经降临了 其实大观园中除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外 其他的主要人物都可以成为转世的风流孽鬼 每一个都逃不过一个悲惨的情子命运 而薛宝钗却是曹公暗示多回的一个 薛宝钗在大观园所住的地方横吾苑 一块插天的山石把房屋都给遮住了 没有任何的花木 只有一个藤万亿草 这住所不像是一个龟哥小姐的房间 倒像是常年没有人打理的乱坟堆 贾宝玉曾给他取名叫做横吾清坟 形容为横直清坟 宝钗的房间内更是犹如雪洞一般 床上只挖着青纱障漫 寝入也十分的朴素 就连阅历颇多的刘姥姥看到此处都闭口不提 横吾是菊科下的植物 一向都有孤冷的意思 白菊更是死人的祭品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在大观园上风景的时候 有道士看到薛宝钗便大喊 而薛宝钗也失去往日的端庄 很明显他不敢面对那些驱鬼的道士 种种迹象暗示薛宝钗可能前世正是风流孽鬼 其实不止薛宝钗 除了酱猪仙草化身的林黛玉和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丸石贾宝玉以外 其余的薄命女子几乎都是转世历劫的风流孽鬼 所以说他们的命运经历 从一出生就已经决定好了 他们之所以命薄是因为原本就非正命 而是一群咒怨强烈的风魂 这么一群咒怨强烈的风魂 整天在大观园的度劫场所 上演着一段又一段 令人唏嘘不已 令人遗憾无奈 令人高兴欣喜的故事 书中自有黄金物 关注极致读书 下期节目更精彩